孫拖一掛帥 三局用了四十球 投出六次三陣沒有掉分 第四局開始交棒給牛棚的隊友 這相對少見的用人策略 監督袁成德有什麼盤算 並沒有想像中一下子就被廣島隊拉開 就是至少他都還是維持一個 可以跟廣島緊咬住的狀況 雖然用奇招面對廣島的A.S Unter Johnson 前段也很成功 沒有失分 但是澤村之後的七人投手 有五人得掉分數 雖然也在比賽的中段開始 和李渝不斷的緊咬纏鬥 最可惜的就是九局下半的滿壘契機 楊寶格爾若和大勝卓三 都錯過一棒跟對手說再見的機會 只有巨人加班十局 隱恨吞敗 整個進入九月的情況 那巨人隊的前四棒的狀況 其實相當的好 那Gurero他的八月 當然表現不錯 但是其實他到九月 開始有陷入一些小小的低潮 所以其實在那時候 大概可以看出來 其實在面對第四棒 鋼本的時候 其實廣島隊不是很想面對他 那就是賭第五棒的Gurero 跟第六棒大勝卓三 獨賣卓和勝利擦身而過 無法把風王魔術數值降低 不過團隊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失望 得盡快收拾心情 昨日要在自家碰上絲綢版神火 在八月底雙方的交手 居然在三連戰當中吞了兩敗落去駕崩 這回肯定更想在主場球迷面前逃回來 那繼續跟貓姐 黃昊君採訪報導